今天我有辦法站在這裡來到電視台 這四人頭一次 跟蔡英傑催稿的時候 我要感謝兩個人 一個春寶的那個霸面 一個人家一樣霸面 你現在算我就說你原款文 你們人家一樣霸面 我就直接說話 蔡英傑催直接跟你說 大家給你檢視 你一百零五碼頭 你用你的管理去變成民營的 然後你去表達 再四個用微標四家公司再交叉出口 你們就把政府這個案子折下來 你們欠春門勝風的錢 你不信任 你都會犯意把犯意減掉的 讓犯意 讓人家不敢把你進入 進入那個法律程序 把你做不點交 讓人沒辦法表 你又稍微表回來 你跟電動也沒辦法說 大家頂人家說你財務不公佈 你二十二年 你怎麼頂人家 你們完全都沒有解釋 到時候你也不為所動 你剛才只欠這間房子 你欠這間房子 大家很清楚 你為了補優雄要練臨 不然你會不會聽 我跟你補優雄絕絕對不聽 絕對不聽 很多媒體節目裡面 王爺七尾說他不聽 其實他們的判斷也是這樣 其實實在是補優雄的壓力 無論完全不聽 我又直接要說 今天把你檢視 你完全不出來飛行 不但不處理 又不出來飛行 你只是選敵 打烏捷戰 王爺中 律師範要跟面子 你好大 厭家你好大 厭面好怕 我看是沒有人會怕你 這是烏捷戰 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這樣你頂著 沒辦法進去 中立區 幾頭人在看你人家 你變這種把戲 你們就不想改變 你們就不想改變 中 厄七的選民就不會接受你 你一開始又要這樣做 你一個人要搭證人 不可能 人家 你如果不改變一開始 我又中學一句 我是做好人 說你人家要改變 拿出電影中開始 你開始你不聽我的話 越來越大 人家拿出就好 實在也打不下去了 人家的事情 歐歷史 也沒有人等這麼多 我也會跟你講 反正不會跟你講 所以說你們好好的去思考 你不要再拿這個作秀 先說你是受害者 你要是受害者 你什麼受害者 不可以這麼說 他也要做一個受害者 看看 怎麼不論到他 你們看到你們的感覺 你們管理一直摸一摸 13今天這麼多 特徵的王母的 你們一天說 你們是政黨的生意 來跟他說 我就做一條 我就六歲紀錄 我政黨的生意賺來的 這就是你們 用你們的立委 跟你們議員的這罐 只要你母母 你們想要的 補話說的 你們給他們 使用這個立委 不是當地區的人使用這個立委 所以現在要選這個立委 來我學校長 書家點出這個問題 明知違法 明知有法 為什麼還違法 違法 其實政府在這個公保 公保地 你在興建的過程裡頭 都叫做臨時興建場所 所以如果叫做臨時使用執照的話 請問一下這個臨時使用執照 你用多久了 當初申請在這裡面裡頭 是200平方公尺 請問一下 你抽出了多少 明知有法 為什麼還違法 那違法在先 現在拆了 告訴說 其實政府在這個公保地的 相關的法令裡頭 根本讓這個地主 這是一個受害者 今天你到底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場面 來考定 如果我們的家中 還是受害者 我看我們中二選區 所有的選民 可能都要去挑 台灣海峽 他如果是受害者 所有的人大概要去 跳台灣海峽 大概沒有人可以活下來 所以我對我們的家 他的公法和他的作法 我一項一項來跟大家說 譬如說這個 他說他名譽受損 人家說CD 死豬不怕昏水燙 就不怕我現在一皮天啊 沒有人輸 你們說什麼 我都不肥營 都跟我無關 現在才裝可憐 所以我才說 他做什麼 我做偽君子有沒有 他腦袋是真小人 我們現在由這個律師來講 我就覺得這又在做什麼 他對人家說的 媒體是用律師函 如果對選民的 是不是都叫什麼 讓你大家怕 就是這樣而已 我們想想看 你當時在十月二三進前 怎麼沒黑陳柏惟造謠 說人家沒有一塊好 現在人家跟你說 扛你的臉皮 剛才扛了一點而已 你就愛白救護 說我們好像受到多嚴重的打擊 你也笑死人 你的嚴重打擊要很多 我告訴你 事實就是說 你用你的公寶地來看 你是疏害者 我上面有說過 自來水公司用低價徵收 土地所有全人的土地 當事人情何以堪 你記得想看 你們本身是得利者 你疏害還會聽 如果現在徵收 你還會賺一萬 人家是這樣 去減幾千萬 所以你這 是很胡說八道 嚴寬可能是我這一輩子看過 做了壞事 還去這麼大聲敢說 別人對他 施行不義的人 我實在是 聽到他的話 我真的是 我聽到你的話 我就覺得你在放屁 這個都市計畫 民國幾年做的你知道嗎 全宽衡 這民國幾年做的你知道嗎 民國七十年做的都市計畫 你什麼時候買的 看清楚你什麼時候買的 你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一號 你才買的 我們說公保地 然後被限制 這受害者 是指那些民國六十幾年 民國七十幾年 就被都市計畫給綁住的人 不是在說你這種人 絕對不是在說你在 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一號 買的人 買公保地有兩種目的 一種叫做什麼 容積轉換 一種叫做什麼 捐贈 抵稅 其實你可以把它捐出來 你把它捐出來 未來你家如果有什麼稅 你還可以抵掉 你這個是最好的做法 而且對你的選情最有幫助 那時候的徵收價格 不是這個價格 現在的徵收價格 是用當期的 就當期這時候的市價 來徵收 現在你已經賺那麼多了 你還在說你是被害者 那其實我也知道 你不是在看徵收價 為什麼 這個案子 這個地方 在民國九十四年的時候 就已經 台中市政府 對於這個地方 就已經變更了 他就已經要去徵收了 要去徵收 但是 一直都沒徵收 唯一在南屯區 有五個兒童樂園地 全部都開發了 全部都徵收了 就他們家的地沒有徵收 而且已經公告說 都市計劃實施以後 五年內必須徵收 但是為什麼 就你們家的地 沒有開發 沒有徵收 因為他圖的不是徵收款的 現在已經不 他不看這個 一億的小錢了 他要看的是解編 什麼叫解編呢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不再有限制 放寬了 回歸到住財區 商業區 那可能會有所回饋 要回饋一點給政府 但是那個倍數 不是五倍十倍在增的 是要看現在的價格 所以他不看那個徵收價 他要看解除限制以後 未來的那個價格 那解編要看中央的法令 去修改了 解編要營建署 營建署 要營就合可 所以他必須要到中央來 所以中央要有人 所以為什麼選立委 還是有這個好處 可以關心一下 對 我跟你講 那個小君姐 我上他們節目 說錯一個數字 都要盯著我去更正 你說人家會誣蔽 會指責你 致死 連你貸款 之前那個市為中路的貸款 八千多萬 你要說說錯了 看錯了 對 馬上我要更正 人家會指責你不實嗎 我說錯話 馬上跟你說對不起 你說你發這種律師函 我真的是不想講 對 dunno 就是 script 因為這些故事 女ogie 就是 死亡 你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